第13届花莲国际时交艺术季30号举行开幕式 为期一个月活动要提供花莲乡亲及旅花游客 在中秋廉假和国庆廉假的时候 可以享受这三年一度的国际集艺文响乐 开幕式表演特别邀请今年度获得代表 台湾赴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演出的U子团队 响舞制作以及专国新原住民舞蹈剧团 为时交艺术季揭开序幕 史料博物馆主题馆特展新型之报 与户外创作影展示横跨时果 包括台湾以及国际艺术家共计24人 超过50件艺术作品同步展开 云七外超过20摊展现在地艺文能量的艺术市集 同步开摊 汇集花莲后疫情时代全面复苏的高度旅游能量 希望从产地到产业到艺术到生活 到科技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以前是从产地到我们的艺术 然而中间那个链接没有链接起来 我们常说花莲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幸福的城市不因为物质而不因为任何而有所局限 花莲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因为我们拥有干净的阳光空气水 因为我们拥有非常大的艺术创作能量 因为我们拥有我们自己心灵上的富足 所以在这里 真为要感谢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让我们第13届的石雕艺术纪 使宇宙能够连结国际 也能够让它成为一个产业的生态系 这次活动首次运用户外创作 因国际艺术家的雕塑作品 共铸造10量限量品2023每NFT数量10块 活动期间民众可以在户外创作 影服务台以及石雕博物馆服务台扫描QR Code 免费领取收藏 除了精彩展演以及户外创作影之外 活动期间每周六日在文化局里面的广场 以及四路还有五个周末的艺术市集 以及20场民众共创活动 每周就有不同主题以及美食创作体验 市集服务每周提供打卡按赞 邀送小农咖啡族活动 记得就关华彩博物